我在网上看到这些文章 90%的幸福感是来自长导 长导控制了你80%以上的情绪 蛤?我们真是那么容易被我们长导控制吗? Hello 我是John Health Coach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网上有这些文章 是因为我们身体90%的血清素是长导产生的 那什么是血清素呢? 血清素是一种重要的荷尔蒙和神经底质 不单是与法律感有关 它在我们的大陆还有很多功能 包括可以调节情绪 掌赏 认知 认知指示我们如何收集知识的过程 记忆 食欲 睡眠 就是因为血清素有那么多重要的功能 又因为我们身体的90%血清素是来自长导 所以网上就出现了很多这些文章 说90%的幸福感是来自长导 还有长导控制了我们80%以上的情绪等等 Well 听起来都挺make sense 是吧? 但是他们就看留了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长导所产生的血清素 是去不了大陆的 因为血清素过不了一个很重要的屏障 叫Blood-Brain Barrier 血脑屏障 多巴胺也是一样过不了这个Blood-Brain Barrier 所以没错的 我们身体90%的血清素是来自长导的 血清素是法洛荷尔蒙 可以跳至睡眠 学习能力 也没错 两个都是事实 虽然大陆剪出来的血清素只是占了整个身体大约5% 但是 so what? 它只是做给自己的 其实大陆和长导剪出来的血清素 是各自各用不会share的 所以记住这点 长导剪出来的血清素是不会走到大陆 比你快乐感或者比你好睡点 Dr. Sarah McKay 是一位 Neuroscientist 去解释 我们的长导不是大陆的血清素工厂 但是 social media 就充满了这些听起来好科学 但是不准确的资讯 神经科学家们听到都翻白眼 我认为这些半合半菜的资讯 只不过是他们将他们读到的有关研究 乱禁连 没有真正的research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 就发布了或者分享出去 又或者 他们为了要sell他们的产品 而令到你觉得很有需要 90%的幸福感来自长导 给钱可以买快乐 一定很多人冲着去买 看到这里如果你明白 就给个like 那我们长导为什么要做那么多血清素 90% 血清素比长导的功能 是调节长导的动作 便秘、IBS等等的长导质疾病 是与血清素异常有关的 当我们吃错东西的时候 长导会产生更多的血清素 比你的长导移动快点 令到我们会吐射 或者令到我们会吐 我们都知道 大陆、长导和长导菌群 每时每刻都在那里对话 和互相影响 这个就是所谓的 长导菌族 当我们长导出问题的时候 或者长导菌群失衡 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比如如果你头痛几个礼拜 你的情绪都会变差 更何况是有那么多神经细胞的长导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吃了亿生菌 说情绪有改善 不是因为长导制造了很多血清素给大脑肉 而是因为透过长导菌族的这个关系 而改善了他的mental health 简单说 当你长导问题变好了 你心情会好一点 你会开朗一点 你睡眠好一点 也不奇怪 这个叫Psychobiotics 是益生菌的一个新分支 这个益生菌据说 是一种可以改善精神健康的益生菌 在2017年的一份review article 又看了所有有关益生菌来资料 焦虑和益屈的医学研究 在566份报告里面 确认所有10项报告是做得好的 它的总结是益生菌减轻抑鬱症状的证据 也都令人信服 但是需要更多的高质素临重研究 去再进一半评估这些益生菌的功效 但是要记住益生菌目前 怎么都是一种保健品 我们现在还没可以代替任何专业的医疗 诊断或者治疗 要保持长导健康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这个video 准备了8个重点 去教你在不吃益生菌的前提下 怎样去培养长导的菌菌 总结来说 血清素在长导和大脑有不同的用途 还有长导所整出来的90%血清素 是去不了大脑的 所以那些长导控制了你80%以上的情绪 或者90%的幸福感在来自长导 这些说法是不对的 希望你看了这个video之后 你不会再被这些健康文章疏败 我们在下个video见啦 拜拜